今日,沈淘与开心麻花团队主演的电影《西红尸首富》在国内上映,这部喜剧片中,加入了不少足球元素,甚至不乏较多恶搞的行为,逛着恒大和上海上岗双双被黑,然而恒大前锋高林在观看了电影之后, 他却通过微博表示很开心,这一部喜剧电影《西红尸首富》目前正在远线上映,协行沈淘扮演的主人公王多余,是效力于禀级球队大响队的上门员,而在王多余一夜暴富之后,为了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,他买下了大响队,并邀请国内最顶级的球队,进行一场友谊比赛,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一片段当中, 竟然出现了恶岛中超霸主广州恒大的一幕,在这一场西红人寿杯足球邀请赛中,比分牌上显示的是皇家大响队比酒厂周恒太, 更令人感到踢笑皆非的是,这支炒周恒太队,尽管在名称上是在恶岛广州恒大,戴衣服的款式却与上海上岗的相似,而球队的队会几乎是中夹球队和卓尔的山寨版, 更为有意思的是,有开心麻花团队,艾伦所扮演的恒泰队10号队长,有模仿国族队长政治的嫌疑, 然而这位山下政治,却起着与高林名字相似的高然,然而就在今天,高林在观看完这部《西红柿首富》后, 却通过微博表示电影很有喜感,并且也表达了自己观影后哭笑不得的心情,事实上,《西红柿首富》在最初发布预告片时,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, 由于当时宣传片的画面中,出现了恶导AC米兰的镜头出现,从而引起了红黑军团首米的集体抗议, 球米们纷纷表示,虽然这是一部喜剧片,但是恶导应该有一定的限度,随后剧组撤回了宣传片和道歉, 并且在正式影片中,也删掉了这一情节,然而没想到电影在真正正正应时,被恶导的对象却变成了广州恒大, 那么你是怎么看待《西红柿首富》对于《山岗和恒大的恶导》呢?